我只有一個希望 我已經60歲了 我希望我退休之前 可以為香港做最後一件重要的事 抗生素抗藥性 是一個很嚴重很嚴重的問題 因為我看見病人死了 沒有藥意 直接有些是在血液中出來 是甚麼藥都抗藥性 例如你向我們面對打一個SARS的場仗 那個很急性的問題 是突然間出現 你要很短時間 立刻去找到原因 找到一個對策 怎樣去隔離病人 怎樣去確保有快速測試 去研究一些藥 對SARS的病律有效等等 那些是很急的 但因為有人都知道是很嚴重 所以我遇到阻力 強壓力沒那麼大 反過來是抗藥性的問題 是一個慢性的問題 換句話說 你所做出來的效果 是不明顯的 是你不會像SARS那樣 他停了 五個月後搞定了 那麼有人都要爆手掌握 這個數目是很嚴重的 因為七百多萬人口裡 居然有三分一人 在過去一年是吃了抗生素 你知道大部份人 如果你是上呼吸的感染 只有10% 或者兒童來說有20% 是需要吃抗生素的 經常都奉勸別賴農夫 亦都不要賴醫生 大家都有賺 我是從來不吃生物的 所有東西我都煲滾過 煲熟過才吃的 甚至吃水果 我都是用滾水 滾一滾生果 我才吃 滾一滾 在說一兩分鐘 表面的細菌 死了我才吃 同時有些 直接有些水果 食物噴一些抗生素在裡面 就是魚塘 那些大閘蟹 沙文魚庫養殖的地方 一吨吨吨的抗生素 現在已經越來越多 科學家說 原來你殺死你身體裡面 正常的細菌 其實是屬於利益的一部份 你殺了它 原來會令到你的免疫敏亂 你會容易有糖尿病 肥胖 慢性的腸發炎 現在仍然越來越多人說 影響兒童將來成長等等 我覺得大家 尤其不是真的需要的東西 不好吃 有些細菌它很猛的 你一吃下去 好像是西盆氏菌 立刻就 量度名增長 然後你肚餓也很重要 發燒等等 但是抗弱性細菌就不是這樣的 它進去 成為你的一部份定直了 你開的時候沒事的 吃了它你也不知道 但有一天你不幸 你要做盲腸 或者做大腸手術 做完之後你發覺 它的傷口感染 甚至腹膜炎 甚至死亡 為什麼醫生給你的抗生素 沒有辦法可以殺死定值了的AMR 於是問題就出現了 抗弱性的增長 比你製造抗生素的能力更快 藥越來越無效 連這個世界衛生組織都說 將來再跟著這十幾二十年 做手術再不安全 因為你給的那些藥 可能沒有用 很多病人因為這樣死了 但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但真的沒有藥 所以就算它做了出來 它也買到很貴 貴到你們要帶著十幾萬 進醫院去治療一次 那你們怎麼辦 很多人都不可以 以防疫情 ney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